中国传统文化 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 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体系 早在先秦 就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盛景象 而到了汉代以后 道家和儒家 就从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 和外来的佛教并存 经过了两千多年的发展 儒是道 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后世人贯之以儒家 世家 道家 以儒至世 以佛至心 以道至身 儒是道三家 犹如三才离不开三光 相辅相成 相得一张 老子 姓李 明耳 自丹 是中国伟大的哲学家 思想家 道教的创始人 道家学派的创立者 被尊称为 道教始祖 有关老子的生平经历 大部分都是来自传说 根据司马迁的史记记载 老子出生于周朝春秋时期 成果苦献 在周朝 他担任典籍和图书的首藏室 在这一时期 孔子曾两次求教问礼于老子 在周朝走向衰败的时候 老子骑着青牛 准备归隐西域 在西行的路上路过寒谷关 寒谷关的首令引洗款待了老子 并且强烈地请求老子在归隐前 要著书立说 从善如流的老子 提笔就写成了老子 又称道德经或道德真经 道德经 易经和论语 被认为是 对中国人影响最深远的 三部思想巨著 道德经分为上下两册 共81章 前37章为上篇道经 第38章以下 属下篇德经 全书的思想结构是 道是德的体 德是道的用 全文共计5000字左右 19世纪初 欧洲就开始了 对道德经的研究 到20世纪的四五十年代 欧洲共有60多种 道德经译文 20世纪80年代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 这本书的外文译本 已有近1000多种 涉及30多种语言 是被译成 外国文字发布量 最多的文化名著之一 老子的思想非常丰富 他涵盖了哲学 自然 治国 军事 美学等多个部分 其中 老子提出道 为自己哲学思想体系的核心 在此基础之上 他提出了道法自然 无为而至 提出 以道左人主者 不以兵强天下的军事思想 提出 圣人无常心 以百姓心为心的 明本思想 以及 大因牺牲 大象无形的 美学思想 道德经 以道 解释宇宙万物的演变 道 为客观自然规律 同时 又具有 独立不改 周形而不代的永恒意义 《道德经》书中 包括大量朴素辩证法观点 如以为 一切事物 均具有正反两面 并能由 对立而转化 又以为 世间事物 均为有 与无 之统一 有 无相生 而无 为基础 天下万物 生于有 有 生于无 他的哲学思想 和由他创立的 道家学派 不但对中国古代 思想文化的发展 做出了重要贡献 而且对中国 两千多年来 思想文化的发展 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 老子被认为是东方的三大圣人之首 也曾经被美国的纽约时报评为世界古今十大作家之首 世界百名历史人物之一 道教也尊奉他为祖师 并且尊称他为太上老君 并且将农历的2月15号定为了太上老君的诞辰日 老子文化是道家和道教文化的源头 同时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源头之一 以道为核心 以德为依托 形成了道法自然 宁静至远 和气至祥 上善若水 简朴慈爱的文化丰富内涵 同时这也表现出了老子的自然观 国家观 社会观 人生观的大智慧 近年来中国也越来越重视老子文化 并将河南省的路易县老子故里 命名为中国老子文化之乡 并且建立了中国老子文化研究中心 另外在2014年的时候 老子传说也被列入了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这对老子思想的传播起到了推动的作用